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根據數據顯示,俄羅斯已經連續第三個月成為中國最大的石油供應國, 因為中國煉油商加大了對這些折扣油的採購力度, 同時亦減少向安哥拉、巴西等石油買家的採購量。 根據報導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, 雖然俄羅斯7月石油供應量大約168萬桶一日,低於5月份200萬桶一日的記錄, 但中國仍然是俄羅斯最大的石油買家, 包括通過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管道供應, 以及來自俄羅斯、歐洲還有遠東港口的可行貨物。 7月份在俄羅斯石油進口總量是5220萬桶, 按年增長7.6%。 而另外中國7月原油進口量按年減9.5%, 每日的進口量是4年來的第二低。 原因是說這些煉油廠減少庫存和國內燃料需求恢復速度是慢過預期, 所以中國對安哥拉和巴西的石油採購量分別下跌了27%和58%。 而年頭到現在,中國在俄羅斯進口的總量是4845萬噸, 年增長4.4%。 不過仍然都是落後最大買家, 阿拉伯那邊的4984萬噸,按年減1%。 如果按現在的數據來看, 俄羅斯進口石油, 即是大陸在俄羅斯進口石油這方面, 很快就會超過阿拉伯。 這方面亦都反映了中俄方面能源上的關係會更加緊密。 其實都不難理解, 因為現在俄羅斯受到制裁, 所以現在中國和他買石油或者買能源的話, 基本上是等於和他送錢。 而且俄羅斯那邊賣給中國的石油, 現在應該是會有所謂的折扣價。 再加上現在北溪1號、2號亦都是有少少問題, 2號不用得啦, 1號現在他說維修啦, 相信供器量是少了的。 雖然他拿了天然氣來做一個武器, 但是同時亦都是等於自己賺的錢是少了, 所以就變成可能找中國買多些石油去補返缺口。 好啦,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, 下篇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